24歲的男星羅毅潔 先前因參加選秀節目《原子少年而走紅》 雖然當時未能成功出道 但他仍憑借帥氣洋帽以及不俗的創跳實力 收穫大批粉絲的喜愛 日前羅毅潔發文驚喜宣布自己即將到香港 參加了另一檔選秀節目《亞洲超新團》 他在文中表示一開始心情很忐忑 擔心到時候又會在節目中落淚 但還是想趁著自己還年輕時勇敢的再嘗試一次 說不定會得到不一樣的結果 因此希望粉絲們能繼續陪伴他 也不忘呼籲大家為他投票 然而照片中卻寫著他來自中國台灣 立刻引起文王們的反彈 紛紛留言對他開酸 關我們台灣人什麼事 去找中國人幫你投票吧 更狠嗆他不要到時候不紅 又回來賺台灣人的錢 不過截至目前為止 羅毅潔本人並未對一隻心謾罵 做出任何回應 請見到快樂 真正的 下個月 請見到快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